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 军事力量都是一个国家的根本 毕竟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 才能够真正的做到保卫我国的国土 所以这也是要求我国必须要在军事研发上面下做功夫 而在我国有着这么三个军事工业省份 那么他们也是我国最重要的三座军工省份 那么这三座军工省份到底是哪三个地区的呢 在他们三个之中到底谁的军工业实力最强呢 要说起中国的军工业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辽宁舰 而这个地方既是辽宁省 在辽宁省所有军工元老之称 因为它是我国解放初期的工业基地之一 而最有名的莫过于沈飞了 像是我国现如今服役的主力战斗机歼11系列 就是来自沈飞 所以称它是我国最重要的军工省份 一点都不夸大 而提到歼机机 自然想到的就是我国现役的第五代战斗机歼20 而它的诞生地就是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 在我国的战斗机编制中 大多数都曾在这里进行首飞测试 而且也只有在这里建立了测试之后 才能真正的成为我国的战斗机编制内 所以从这也能看出 其重要性也是非常之高的 而最后一个省份就是在关中的陕西省了 在这里诞生了很多军事武器 如轰流 运二龄 空中加油机 军事以及沈舟系列飞船等等 都是来自这里 甚至我国自主研发的宇宙空间阵 与空中导航的北斗卫星也都来自这里 再加上历绩大大阅兵中 陕西军工厂的最新武器的占比都是最大的 所以被称为是全国第一 也是实至名归 不过话说回来 无论是第一还是第二 其实都是为了我国军事舍利做贡献 所以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 不知道在大家眼中 谁才是真正的第一呢 谢谢大家 点赞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